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在擔任一屆總統並敗選離開白宮的兩年半後 重新出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今次是他以刑事被告身份重返首都 特朗普面臨起法企圖推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指控 特朗普在法庭上宣稱無罪,聆訊持續大約30分鐘 下次出庭日期是8月28日 特朗普離開聯邦法庭後說這個對美國來說是非常悲哀的一天 今星期聯邦大盤審團對特朗普提出起訴 司法部特別檢察官史密斯指控特朗普犯有四項與選舉有關的串謀罪 特朗普否認做過任何事情 特朗普投案登記期間按下了他自己的指紋 但由於他是眾所周知的名人所以並沒有拍攝疑犯通常會拍的大頭照片 登記手續還包括回答部分例行性的問題包括個人資料 隨後特朗普在聯邦治安法官烏帕迪亞亞面前過堂 針對重罪指控宣稱無罪 這罪名如果被判成立的話 特朗普有可能長年坐牢 聯邦地區法官邱特坎被隨機選擇成為本案的主審法官 審判可能還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夠開庭 請按下 選擇 選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